Elon-马斯克拥有的SpaceX公司在星期日成功地将阿根廷制造的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的任务 从距离洛杉矶200公里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之后 没多久,该公司的聶英9号火箭的第一阶段,完好无损地降落到基地的发射设施 这次是SpaceX公司第一次在美国西岸的发射场完成这一项太空任务 之前,聶英9号推火箭全部在美国太空总署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着陆 SpaceX公司的目标是通过重复使用的火箭而不是要它们落入海洋去降低太空发射的成本 这是太空总署在较早前的一贯做法 在发展太空串锁的项目期间,美国太空总署开始转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Katherine Mont szeret Montом Bion 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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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t